詞曲 李宗盛 讀書會 各位居士 各位大人 大家早上好 奉米投我 奉米投我 很高興 又在於讀書會跟大家見面 對於 大家有心啊 要幫你生死心念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姻緣 但是凡事都必須要眾人合和 今天一個生死心念 這是一個比較大型的畫會 必須要人事物 各方面的因緣都具足 倉促的去舉辦 但不能夠把品質做得很好 因為必須要很多工作人員 事先的補職 還有事先的排位書寫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不是只有法師一個人可以長鬆 似乎一個人有空 但是其他的法器 其他的法師有沒有空 這不是我們能夠 下個禮拜要辦就辦的 所以這個也是 其他法師的姻緣都配合 那另外我個人覺得 場地的部分 老師都去接用別人的話 比較麻煩 畢竟我們是外來的客人 常去動用到人家的場地 人家會害怕 來者無心 來者無心 但是當地的人就會有意 所以他會害怕我們這個團體 所以我們一直去 去 那人家就當時 開始可能做一些 剛開始一次是很好的 但是再去 再去的話 過多的話就不好 所以我們要自自自免 所以這一點 我是說場地的部分 盡量不要再去動用到其他的地方了 那如果像我們這個外來這裡 這個場地這個本身呢 它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體 如果大家的時間可以 然後呢 大家都有那個心呢 我們所謂 成功是必須要靠大家的 因為裡面還有包括不知足 香燈主 銀儀主 各方面呢 都必須要有大家參與 大家的參與意義不高 只有十個二十個人 他是成不了十個 所以必須要大家都願意來發行 來承擔這個工作 那這樣做起來 這才是一個好的一個意願 所以呢 這個人時間內 必須要在大家確認 然後呢 都OK的時候 到時候確定時間了 然後呢 到下次的音樂再跟人家報考 所以我就覺得不要太記錯 我們大家都已經準備好的時候 時間 音樂都配好 然後我們來做的話 會更加的圓滿 不要太急著去 把這個事情要把它完成 所以這一點是跟大家先做個說明 那接著呢 我們一樣 既然大家來到讀書會 我們是為了佛法而來 為了能夠增長智慧 所以我們來繼續一樣 再探討 有主大師話話談經 裡面的經文內容 請大家分開到 經本三十頁的地方 那 生死月經本 後面倒數算來 第三項這裡 用計片一切粗 意不足一切粗 但盡本心 十六四出六門 於六成中 古朗古雜 來去自由 通用無知 即使佛略三昧 自在解脫 明無念行 若百物不失 當令念覺 即使法復 即明 也見了 這告訴我們說什麼呢 他說呢 這種的波略三昧 這種的正念正定 運用起來呢 他可以騙一切 騙照一切的出手 就是當我們用我們的波略三昧智慧的話 用的時候 可以騙一切的出手 但是呢 他卻不會执著在一切的出手 就是你用波略的時候 可以騙照一切 但是你又不會执著一切 這個呢 就和我們上次講過的 用鏡子做比喻的功能是一樣的 鏡子本身有照的功能跟它的作用 當你拿一個鏡子在照東西的時候 它有它的什麼 照射的功能跟作用 任何景象都可以照進去 但是呢 照完之後呢 鏡子本身 卻不會鑿在這個相上 是美 是醜 是好 是壞 是帥哥 是美女 或者是呢 白人黑人 完全照過之後 就空掉一切相 所以用 有它的作用 但是呢 用過之後 就方向 回到什麼 本來的清淨 所謂的無相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波略 波略上面的一個功能 意思是相同 那我們的心 我們心的功能 也是一樣 用什麼呢 心 是一個無形無相 但是藉由了什麼 六式 透過眼式 耳式 鼻式 蛇式 身式跟義式 用六式 出六根門頭 六根門頭就是 眼門 耳門 鼻門 舌門 身門 跟義門 然後呢 在什麼 在色 身 相會 觸法 這六成 接觸的 這個 境界當中呢 能夠什麼 不受污染 能夠不被這六根 六四六成 所污染 然後呢 能夠不雜亂 能夠保持正念 不雜亂就是定 這樣子的話呢 不被外境所轉 能夠來去自由 任運而治 然後呢 達到無所障礙的話 這就是波略的定 這就是波略的定 又叫做什麼 自在解脫 能夠真的這樣子做的話 就是自在解脫 或叫做什麼 無念行 這叫做無念行 但是呢 我們千萬呢 要去審實 也不要說 我什麼都不想 我不要想什麼 什麼都不想 就是無念 那個就是你的觀念錯誤了 為什麼呢 你有 要讓這個念頭不升起 所以你說 我什麼都不想的念頭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念頭 那這就是法子的 你說我什麼都不想 我什麼都不要去想 這個就是法子 不但得不到解脫 反而被法所綁住了 所以這叫做邊界 邊界 錯誤的見解 邊界 落入兩邊 所以這不是中道 不是真正的無念行 所以大家要了解 打坐 修行 不是說我故意去 什麼都不想 這個叫做無念 這是觀念錯誤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理清楚 是你只是清楚的看到 我心裡騙在的念頭 我習什麼念頭 我現在有什麼念頭了 念頭過去了 只是看著它 知道它來 知道它去 我們講的不贏不去 好的念頭起來不翻習 不好的煩惱的念頭來 我也不討厭 所以不真愛 然後也不厭 厭氣 這個就是中道 但是你是清楚看到 我有這個念頭來了 它過去了 然後這個念頭又來 又過去 你只是做看的功能 但是你不要去yes 或是no 這才是真正的 叫無念 但是如果你什麼念頭 都不知道 那個叫做妄想 分成 又不是正定的 所以這一點大家必須 要去理清楚的話 你才知道真正修行 用功是什麼 是看你的心靈 這才是你真正在修行 所以說修行在修心 就是在這一點 任何包含世間法 都離譜開看心的 這個觀照功能 如果沒有講這個的話 那你怎麼用功 那都是表面的 內部的東西 你不去深層去看 而只是在表象做功能的話 那永遠只是自標 不會自奔 所以這一點 我們必須要清楚了解 接著我們再看 下一段文章 善知識啊 物無念法者呢 萬法精通啊 物無念法者 見諸佛境界 物無念法者 自佛地位啊 這一段呢 告訴我們 各位三知識啊 你要明白 什麼叫做無念法 並不是叫你呢 像死灰搞木一樣 枯木一樣 無念呢 是要你有定力啊 你要有定力 然後呢 讓你沒有邪念 沒有邪念 然後呢 能夠呢 常存正念 常常保持正念 如果呢 開悟了 能夠明心見性呢 那麼呢 所有一切法 你都能夠完全明白 所以開悟的人 都能夠什麼 了知一切法 你能明白無念法 那麼呢 見性了 就能夠明白 諸佛的境界 所以開悟者啊 就能夠知道 什麼是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到底是什麼 你就能夠了解 所以我們說呢 佛佛道同啊 法法相通啊 當你證悟到這個空性的實相的時候呢 真正見現了 那麼呢 這個眾生 跟佛的那個佛性啊 你都能夠了解 所以呢 你能夠知道 佛的這個實相 中道在哪裡 然後呢 法的道理也是一樣喔 所以呢 真理只有一個 但是名稱有很多喔 所以差別在這裡 如果能夠明白了這個無念法 就可以到佛的地位喔 所以他們常常講 見性成佛喔 所以常常講見性能夠成佛 意思就是你就悟到這個發生的這個境界啊 那以後 這個理上 道理已經悟到了 但是事項上要慢慢修 不是說你開悟了 悟到開悟了 我就是佛了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你什麼 道理了解 但是事項上還要去修 所以我們說 符慧要圓滿了喔 你只是道理知道 那是理上你理解 但是你的符慧還沒有完全圓滿 就像大家現在聽了喔 無念法是這樣子 知道無念應該是這樣才叫無念 但是叫你真正去做 你能夠做到嗎 你還是有起心動念 你還是會妄想紛紛 那知道跟做到是兩回事啊 所以知道不代表你就是無念了 所以你悟到 不代表你就是什麼 是成佛 因此我們要解 悟後起修啊 悟後才要起修 所以很多人以為說 開悟見性了 就說他自己成佛 我現在是什麼佛了 所以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人就是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被人家騙了 他說他開悟了 他已經成佛 你就認為他是佛 那你是什麼 那個叫著相佛 又變落入法子了 所以這不對 所以我們了解 理是要圓柔 而不是只是呢 盡性 就以為他真的是佛 所以這點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下 修無念法呢 做到最究竟啊 能夠最透徹的呢 就只有佛 只有成佛 正物圓滿的佛 才能夠達到無念 菩薩呢 菩薩雖然正我空 正法空 但是菩薩還有維系的成沙或 菩薩還有維系的成沙或 或者是他度眾的那個怨心呢 菩薩還有他的怨心 所以這還是有念 譬如說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是大怨定義啊 他發怨了 地獄未空 事不成佛 眾生度盡了方正菩提 所以他還有這個什麼 度一切眾生 把地獄的眾生都度盡 他才成佛 所以他還有這一念 因此他也不能夠成佛 因為他還是有念 所以這就不叫做無念 那如何修到無念呢 那一般的修法當然呢 是什麼 是先觀想無念啊 是透過觀想喔 想像自己 我們現在呢 要在無念的狀態 或者是我們念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不斷地藉由這一句佛號 然後去搜射 讓你的心變成一心 然後最後一直念佛 念到之後 三昧正念正定之後 最後連這個佛號也自然的 不見了 不見了 但是呢 沒有任何人起心動念 這才是真正的無念 那另外一種呢 是用什麼 用持續用功啊 做意的方式 就是我們先去觀想說 我現在是處在無念 不動念的狀態 先去觀想 我現在是處在無念的狀態 這個是用意念 心意識去做意 說我現在觀想 我現在是無念 然後就清楚告訴自己 我現在是無念的狀態 然後你一直的 這樣子的持續保持這樣 觀照 然後最後到真正 你真正入定 然後最後完全 進入到那個真正的 見性的時候 那這自然就是真正的無念 所以是先從做意觀想 有念到最後真正無道的無念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是先從故意去觀想 告訴說 我現在是進入在 無念的狀態 然後看著自己 我現在保持在 無念的情境 然後看著它 然後慢慢真正 你電力具足之後 真正見性 然後這才是真正的 無念現行 所以這一點是 兩種不同 所以這一點是一種 另一種的方式 但是呢 真正做到 究竟的是只有成佛 才是真正的無念 那其他菩薩 以下各種眾生 都還是心心念念 都還算是有違法 在這裡面 是不斷地要讓我們理解 把無念的觀念 理解清楚的話呢 將對大家在修行的話 比較會有幫助 接著 善知識 後代得無法者 將此遁教法門 與同見同行 發願受此 如是佛故 終身而不退折 定入圣位 難須傳授崇尚以來 莫傳吩咐 不得逆起正法 佩能大師 接著又說 隔月善知識 以後 以後 得到這樣 這法的人 得到這種法的人 如果能夠將這種的 遁教法門 跟同樣 有同樣的見諦 同樣追求真理 大道的這些同行者 要互相的發願 大家共同發願 來什麼 來受此 這種的 這個頓悟法 那就像是什麼 供養 十方諸佛 用那樣的誠心 恭敬心 來去受此 能終身受此 不退轉的人 那麼 一定 能夠成就 這個聖道 跟國畏 你真正按照這種方式 就是去修學的話 那你 都不會退轉 不會懈戴的話 那你一定能夠成聖國 就是按照這個方法修行 一定能夠證悟這個聖人的國位 那當然聖人的當中 我們知道要分成阿羅漢 元爵 菩薩 跟佛 成為四聖 所以你要按照這個方式 真實的去時間修行 成聖是必然的 但是要看你個人證悟到什麼的程度 傳這種法 必須要像什麼 要像釋迦摩尼佛 傳法給什麼 給大家這尊者 加這主事 因為這是什麼 禪莊的法脈 所以禪莊法脈的傳承 是釋迦摩尼佛 靈山會上 臉花微笑之後 然後清傳給大家這尊者 大家這尊者之後 再傳給阿南主事 然後一直到印度的二十八祖 菩提達摩 就是達摩大師 再有達摩祖師傳到中國 因此 達摩祖師是中國禪中的初祖 之後接著二祖 三祖 然後一直傳 傳到六祖 所以因此 一定要像這樣子 代代 然後默默相傳 吩咐這個心應我們 不可以將正法藏起來 不傳 或者是 反而去傳其他的邪法 所以這就是告訴我們 你要傳授這個正法 這個法脈的話 一定要按照這樣子 不是你自己 隨便說說的 我是什麼 所以很多現在群魔亂武 說自己是什麼佛樂 誰傳給你的 不知道 老師不知道 然後我自己打坐開悟了 佛福山來授記 說你是什麼佛樂 你是白色觀音 什麼綠度母再來的 就自封為聖了 所以這一點的話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說 任何東西 都必須要有一個規矩 沒有規矩的話 就不成方圓 所以因此 大家學佛 學法 在這方面 應該稍微用心一下 免得 因為太多人在弘揚佛法了 但是 弘得是什麼法 就不曉得了 所以大家必須要 這個什麼 佛言盡情 就像孫如空 有這個什麼慧言 才能夠去辨別是非邪證 才不會受騙 接著 下一段 若不同見同行 在別法中 不得傳復 損比於前人 究竟無益 恐愚人不解 傍持法門 百結千生 斷佛種信 這一段是告訴我們 如果遇到見解不同 修行不同的法門的 這個其他者 或者是其他的外道 或是同樣的佛法的 其他外道 就不可以 傳遲信音法門 不可以講這種法門給他聽 因為這樣子 會傷害到什麼 先列祖先 會傷害到這些的歷代祖師 而且將來也沒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怕這些愚痴 無名的人 不懂這種 微妙的無上真理 跟這種的大道 因為他程度不夠 聽不懂 反而還批評跟毀謗 所以這種頓教法門 是不可能的 現在眾生沒有這種根系 怎麼樣種種的批評 毀謗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愚痴眾生 就是什麼 一百結內 經過一百結這麼久的時間 千生萬事 斷佛種信 因為他造為這個毀謗的惡言 結果呢 他斷了他的什麼 佛的那個什麼 根性 沒善根 又沒智慧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慈悲 不是對自己慈悲 還要對別人的慈悲 他的程度不夠 你不要講這種法門 讓他起煩惱 起毀謗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什麼 所以菩薩道 不是只有關照自己 不去換戒 不去招惡業 還要關心到別人 那才是站在那菩薩道 所以菩薩道難行是什麼 是在這裡 但是一般我們只是什麼 先做好自己 明則保身 慈戒不換戒 但是你要做到 讓別人也不換戒 這一點就是什麼 要菩薩的大智慧 所以你只行菩薩道 悲字要雙欲 智慧要拿出來 所以這一點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什麼 體諒到眾生的心態 所以看他程度不夠 這種話我們就不需要講 所以這就是讓我們知道 度眾洪法 也要看眾生的根基 跟他的因緣 能相應可教授的就講 不相應不能理解 就不必要再講了 一面產生無意義的爭論 或者是毀謗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好了 所以這一點都要大家以後 要洪華的時候 或者是在跟人家 這個切磋佛法的時候 一定要看彼此的音樂 但是呢 我們學佛的人 很多人又會容易什麼 造成一種我知 學了佛法 道理懂了一點 就喜歡去跟人家辯論 動不動 你知道什麼是 什麼是鈍教法 你知道什麼是那個嗎 就經常老是要去問人家問題 這樣子是很不好的 為什麼 人才有不懂 來請問你 你去跟他分享 這個可以 人家沒問你 你主動問 某某人你知道什麼是佛嗎 什麼是抉擇嗎 那讓人家是什麼 人家知道想回答也不是 不想回答也不是 那如果人家的程度高過於你 一句話回答 你就愣在那邊 那你不是很難看嗎 何必要去自討媒區 何必要去給人家難看呢 所以這是什麼 這就是傲慢心了 表示你自己已經修得很好 道理了解很多 這個是不可正常 所以我們學佛要關照這種心態 所以呢 如果你不斷地去問人家 給人家這樣問到時候 你是一個什麼 不受歡迎的人 人家會願意你 所以這跟學佛廣結上緣 是不相應的 因此我們大家必須要再關照這一點 不要動不動 老是要好為人實 表示自己修得很好 知道很多 這一點是不好的 另外我們講到這裡 以前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居士問了一個問題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問說 法身 法身的空性 法身的那個實相空性 是不是所有聖者 是不是所有的聖者 聖者的話 當然就是阿羅漢 原覺 菩薩 跟佛 都一樣嗎 法身的那個空性 是不是所有聖者都一樣 所以這個問題是問得很深 很好 那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 法身 法身的空性 其實在聖者都一樣 都是相同的 不只是聖者一樣 就是眾生 眾生的自性本體 所以這個法身就是 眾生的自性本體 宇宙的真理 所以這個法身就是指宇宙真理 真理就只有一個 沒有說阿羅漢就一個 菩薩一個 原覺一個 佛一個 所以沒有 所以真理空性只有一個 所以呢 不只聖者有法身的空性 眾生 所以一切眾生 也都具足 這個法身的空性 並沒有欠缺啊 只是呢 聖者 聖人 經過修行 正悟到了 空性法身 他已經實際實修 正悟到 這個空性的境界 所以他才成為聖者 能進入什麼 不生不滅的 涅槃境界 眾生都有 但是為什麼他是聖人呢 因為他已經正悟到了 他已經進入不生不滅的 涅槃境界 但是凡夫眾生 就無法進入 涅槃的境界 因為我們還沒有斷環 還沒有憎悟到這個什麼 空性 因此我們呢 還要受生死輪迴之苦 所以這點是不同 可是呢 在聖人的涅槃境界裡面呢 這是讓大家了解 都是一樣 但是呢 現在要進入不足探討 聖人的涅槃境界 又分為什麼 有於涅槃 跟無於涅槃 剛剛講的是眾生跟佛 凡聖都有那個空性 但是現在要講的是 只講聖人的無於涅槃 他進入的涅槃境界裡面 又分為什麼 有於涅槃跟無於涅槃 這是差別在哪裡呢 阿羅漢啊 元爵菩薩 他們的境界都是在有於涅槃 他們的涅槃是在什麼 是有於涅槃 只有佛 才是真正無於涅槃 因為阿羅漢 元爵 他們是正到我空 正悟到我空 他煩惱已經斷了 斷了他的見識佛 見識煩惱惡佛 所以他正得我空 但是他還有習氣存在 所以阿羅漢元爵還有習氣存在 菩薩雖然正到我空跟法空 但是他還有微系的沉沙霍 他還有微系的沉沙霍 還有一品很細微的無明 因此他還是什麼 還沒有究竟 只有佛完全究竟清靜了 所以他連微系的沉沙霍都沒有了 因此才是真正入無於涅槃 所以我們要把他理解的就是 只有佛是無於涅槃 其他的菩薩阿羅漢元爵 都叫做有於涅槃 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那我們用一個比喻來說明 聖人和境界不同的之處 阿羅漢的習氣呢 是像什麼呢 像裝了酒的酒瓶 酒瓶大家都知道 阿羅漢的習氣 他的那個習氣 就像是裝了酒的酒瓶 雖然裡面已經把酒倒掉了 沒有酒了 可是酒威還存在那個瓶中 瓶子已經沒酒了 但是他還有那個味道存在 這就像是阿羅漢 他的習氣 菩薩的成沙霍 就像是酒瓶 但是呢已經沒有酒 連酒的味道也淨化掉了 連酒的味道也都消失了 但是呢 他還有乾淨的瓶子存在 還有那個瓶子存在 那佛就連瓶子都沒有了 所以才叫做酒瓶清淨 所以你用這樣去聯想 就知道他的層次差別是在哪裡 所以這一點呢 用這樣子能夠了解 所以以後你就知道 烈瓶的境界 凡聖都有空性 都有那個佛性 所以眾生才能夠修行稱佛 如果聖人有反覆沒有 那今天我們不用在這裡讀書會了 大家也不用修了 再怎麼修也是沒有啊 所以什麼 所以就是有 但是只看一如意不如意而已 所以這點讓大家能夠了解 接著看下一段的文章 善知識 無有亦無相送 各須宋取 在家出家 但亦此修 若不自修 為祭無無言 亦無有意 聽無頌曰 這呢 佛林大師呢 因為我教了一生啊 各位善知識 我有一首呢 以無相為主題的 這個祭壯 你們大家都應該 要記起來 然後去念壯 不管在家 或者是出家人 都可以依這首祭壯的道理 然後去修行 光是呢 其實我所說的祭壯 那是沒有用的 意思就是 這祭壯是什麼 慧能大師的智慧 所以慧能大師自己的心得啊 不是你的啊 光說不戀 是得不到利益跟好處的 所以師父在這邊講了 把我個人的心得告訴你們 你們也要去記起來 然後再去思維 思維之後消化的就變成是你們的 就同樣剛剛那個道理 那一句話 別人沒有誤過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人家誤過 師父解釋過 你現在記起來再去思維 那就變成是你的了 那如果你不去思維把它消化 那永遠只是什麼 照單懸說的話 那個叫做煙無禪 就是什麼 學人在講話 師父講過這麼說 你就跟著這麼說 那這個是師父的 不是你的 所以意思是這樣子 菲林大師告訴我們的 是讓我們知道這樣的方式 我們要按照這個東西 然後去實修 修了之後 就變成是你的東西 而且你能夠什麼 清除於來 更勝於來 所以這樣才有好處啊 而不是只是在那邊 背誦 然後呢 跟著講話 所以這一點是不同 接著我們看下一段話 聽武誦曰 說通即心通啊 如日處虛空啊 為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中 這四句句呢 就是太陽 在虛空一樣 光靈騙照 就什麼 就沒有黑暗了 我所傳說的這個法門呢 就是要你能夠什麼 明心見性啊 見性就是知道本來的面目 才明白 什麼叫做佛法 真理在哪裡 這種法門呢 是專講什麼 出世的道理啊 所以這什麼 是敘佛會命啊 所以因此敘佛會命啊 所以因此敘佛會命是什麼 是要講廚師的道理啊 不是講人天福包啊 大家修善根 種很多福田 布施越多 功德越多 那這個沒有用啊 做了那麼多 大家的生意做得很好 為什麼大家還要生死輪迴 因為你不能夠解脫嘛 所以重點我們必須要了解 這叫做解脫法 所以佛法就是要幫助我們 讓我們處理生死 了脫生死 能夠讓我們解脫 不是只是啊 這個修修善 吃吃素就好了 這個是不究竟 不解脫的喔 所以呢 要必須要了解 是講出世道的整理喔 用出世的道理 來破除什麼 旁門左道 或者是外道的 他們的什麼 宗旨 所以這是不同喔 因此這段的意思就是呢 通宗達教 能夠明心見性的 才是真正弘揚正法 所謂的破明顯正 所以這點呢 是差別在這裡喔 接著下一段 法既無遁見啊 迷霧有此極啊 只此見性們 愚人不可戏啊 法門呢 本身 法門本身是沒有所謂的遁教 跟見教的分別喔 法是平等的喔 佛法是平等的 但是呢 因為眾生的根基不同啊 教法就有差別喔 對立根有智慧的人 就教他頓教法門 所以你是立根的 能夠接受頓教法門的人 就告訴你這個頓教法門 善根淺薄啊 比較愚痴的喔 比較智慧不夠的 就叫他什麼 見修法門 因此呢 開悟的快慢 是眾生本身的問題喔 所以你能夠快悟開悟 早點開悟 晚點開悟 快慢是什麼 眾生的問題 不是法有二分法喔 不是這個佛法 有兩種教法喔 頓悟法門呢 就是什麼 直接從空入空 直接從空入空 就直接在無所謂 在玻璃經的當中呢 大乘的三解脫門 大乘有三種解脫法門 就是什麼 空 無相 跟無作 大乘最究竟的玻璃的話 直接從空入空 就直接頓悟 就是告訴你 他是空 無相跟無作 那無作 一般有時候又稱為叫無怨 因為一切法 都是無常 你直接去看他的本質 了解他都是無常 所以呢 煩惱也是無常 直接放下就是菩提了 你說煩惱很多事 我很煩惱 為什麼有煩惱 因為你只走煩惱 他才有煩惱 你不只走 煩惱就過去了 剛開始來了 很煩惱 但是什麼 煩惱來了就過去了 人家打你一巴掌 罵了你一句笨蛋 那是煩惱沒有錯喔 但是罵完笨蛋 就過去了 煩惱就消失了 那你真的就是笨蛋了 执著的那個 我是笨蛋 他罵我 我是笨蛋 那你當然就煩惱了 所以你就是真的笨蛋了 就沒智慧了 那菩薩都要他笑一下 阿彌陀佛 就過去了 那本來就是空的 就無常的 你為什麼要去執著他 那個叫做著相了 所以什麼 著身了 著霧生成了 因此什麼 直接放下 這個就是大智慧 就明心見慶了 所以你說修行很困難嗎 很簡單啊 只是你不願意真的去做而已 所以什麼 原覺經講 妄心止息 歇迹菩提 你的妄念那個想 妄想分辨讓執著 分辨你把它放下 不要再去想 不要再動念 當下就是你 停下來就是菩提了 就是覺醒先前 但是愚痴無名的人 你叫他放下 他卻越放不下 所以他越放不下 就越煩惱 那另外我們講 放下什麼呢 就是你的堂成痴 這些的明文立揚 五欲六成 才聖明十歲 總之呢 世間的種種呢 這一切 全部都要學習 慢慢的放下 才得解脫 才能夠真的得解脫 因此呢 才說 解脫法 這種佛法的解脫法 和世間的法 是什麼 畏大而慈的 這是有很多的差別 因為這樣一講 很多人會說 師父 叫我們什麼都放下 讓我們事業也放下 家庭也放下 什麼都不要去做好了 因為你說要放下 那我就全部放下才解脫 這個叫放棄 不叫放下 放下是心得 談真是賣你的心念 你要把它平靜下來 而不是你是放棄 那只是消極 所以這是什麼 不要誤解 因為呢 世間法 是以得到越多 擁有越多 認為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成就 或者是什麼 成功的象徵 所以什麼 同樣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一間公司 也是老闆 小店面也是老闆 十間 百間 一千間 也叫做老闆 但是你為什麼 一定要一千間 一萬間 有大企業 才能夠這樣認為成功 那是你自己的信念的問題 所以什麼 差別是在這裡 但是世間人就是以這個來當作什麼 當作他成功的一個象徵 所以什麼 又被這個外向所執著 所以什麼 不得解脫 所以你的一起的生命 全部都浪費在你的事業 浪費在你這個名位上去爭執 所以這就是錯誤的 出世法的話 卻是以什麼 以捨得越多 越乾淨 出世間法是什麼 告訴你要捨 捨 什麼 心無所值 心能夠不執著 雖然擁有這麼多 但是我心 沒有執著他 放下他 你是大老闆 你是董事長 你是什麼 全部都只是一個假名 放下他 心 把這東西放掉 這才是真正的什麼 不執著 才是真正的清淨 才是什麼 真正的解脫 所以呢 愚痴的人不知道 那當然也不會去相信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去深思 說為什麼大家學活的當中 我們要真正才能夠得解脫 差別是在這裡